就在人们忙于和三高作斗争时,悄然间,高尿酸已经成为了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类疾病,尿酸高已经不再是很特殊的病了,因为现在的中老年人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患上这种病,不过能够完全弄清楚究竟尿酸高的原因和人病不多,导致尿酸高的三大因素,你是否中招了? 一,过量食用富含氷氷的食物,长期过量摄入富含氷氷的食物,并且没有饮食进行相关的补救措施,人体中的尿酸就会过量累积,所以尿酸高病人需要警惕尿酸高的危害,对自己的饮食习惯要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导致其他的病发症,如痛风,尿毒症等等,二,肾小球,肾小管出现故障肾脏歪, 能够将尿酸从人体中排泄的主要通道,通常如果肾脏不能很正常的排泄尿酸,一般都是肾小球率过率减小,肾小管虫吸收加强分泌减弱的情况 三,人体自身尿酸代谢异常,人体遗传物质分解和成过程中,可能后肾脏不能正常和成虫了,导致异常分解酵硬和成破量的尿酸,尿酸高的人要远离两种食物,常做两件事,动物内脏,动物的内脏中还有一些毒素,如鱼藏,肝,湿,骨髓,大肠和酵硬膏等,是高尿酸人群无法消化或是跨解的, 所以,动物的内脏它们不能吃,海鲜,贝壳内水产,海鲜,贝壳内水产票令含量均较高,而且富含多糖,高蛋白质等,这些会加重肾脏分解的负担,尿酸增高,所以不宜多吃,尿酸高要怎么叫尿酸呢? 一,低蛋白饮食,应给予痛分患者每公体重0.4-0.5克蛋白质,每日蛋白质总量应控制在40克左右,适当限制于类,动类食物的摄入量,每日一杯牛奶加两个鸡蛋或受注量量即可满足其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不可过多, 二,多吃高碱性食物,碱性食物能够很好地帮助尿酸排泄,促进尿液的形成,带出体内多余的废物和杂质 中医书大药点有提到了新疆的恰麻骨,对防止痛风有不错的效果,恰麻骨是新疆特殊环境下生长的一种天然有机高碱性蔬菜,不含大量有机活性碱,能迅速被人体吸收,长期食用, 能有效忠合人体内的尿酸浓度,防止尿酸高领发痛风疾病,一般建议将恰麻骨和其他多种碱性食物搭配打磨成绩松柔恰麻骨粉食用,营养丰富均衡,冲泡简单一吸收,将尿酸效果更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